食气不走又胖又臭 底内食气中会引发什么问题 为什么中医说夏季最容易被食气缠身呢 其实食人酒食并非只是江湖传说 中医上有这么一个概念叫做食种如果 意思是食气在不声不响中让你蓄意循环受的障碍 然而感觉像被一件半湿半干的衣服包裹着一样便利 以至于生出各种疾病难以治愈 尤其是夏季正是容易被食气缠身的时候 一般来说食气表现出身体的诸多不舒服 比如内生难吃在外皮肤病 再上头晕闷再下回尘头 许多部位好似堵住了不通全身疲惫 时间久了就会出现四肢无力 浑身发揽精神不振口苦舌太厚 变糖变蜜胃口差失眠头晕脸色暗沉的 俗话说千寒一除一湿难去 这句话一点都不是夸张 为什么现代人的病那么复杂那么难吃 为什么有很多人在认真减肥却还是受不下来 都是因为他们体内有湿 以及湿气给人体增加的不仅仅是体重 当体外的血气总是和体内的湿气难受难分时 则会引起嗓子干痒干痛 咳嗽口腔溃疡 各个脏气关节肌肉皮肤都出现健康问题 比如体检化验单上的结节 囊肿肌瘤 肌肉等 国学大师曾盛强表示 湿气为肠下之主气属阴 其性质重酌绵腻 是源于水液代谢而运行的产 一般湿气重的人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所以才会血脂 高胆固醇 高尿酸 这些都说明 你负责运化功能的脾脏已经失灵很久 所以体内的湿气才会这么无法无天 有的人可能会说 那我吃点人参厌污 恶交等补品 养一养不就好了吗 或是采取瓜沙 火灌 艾酒等自然疗法 不就很快解决了吗 其实及到发现 清除我们身体中的湿气是好的 但一味地给身体添油加料 反而会活上脚油 反倒容易转变为 顽固性湿寒和湿热 好比在体内的湿气和补品混合在一起之后 不是这里卡住就是那里堵住了 这时再想去除就难上加难了 下不除湿百病生 人体内的湿气到底从哪里来 又该如何将其去除呢 很多人对体内的湿气重不是很了解 其实湿气 一方面是受到季节和地域环境的影响 比如长时间居住在水边 潮湿的居住环境 一方面则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造成 导致水分堆积 引发身体出现一系列不良的症状 这样一来一旦遇到潮湿的天气条件 如黄梅天或回南天的 那么个人的健康状态就更加堪忧 首先湿气最大的来源是饮食习惯上 特别是有的人偏爱吃重口味 油腻的食物 通常油腻不好消化太甜的食物 都会致使脾胃虚弱失去内生 容易造成肠胃负担 阻碍肠胃功能 比如有人女生特别喜欢吃甜食喝奶茶 因此眼睛容易腐主 脸上处油比较多 这主要是人体产生了弹湿的原味 当气血筋液不足 自然无法营养颜面 精神萎靡 此外爱吃过咸 重口味的食物 也容易使水分不能及时排走 堆积在身体里 从而一些重拙的东西 就会在人体很多部位沉淀下来 其次饮食不节制 暴饮包食或者饮食尝过保护过肌 也容易阻止气机运行 损伤氧气 当脾胃虚损无法正常代谢 就会出现皮肤搔痒 湿疹 湿疮等问题 如果体内长期累积多余的水湿的话 那么就会出现酸捆肋阀 腰肌酸软 关节酸重 再加上天气热 很多人喜欢吃 伤冷寒凉的冷饮或瓜果蔬菜 邪湿 重炙 就会很容易留在关节骨落等处 导致体内寒湿水湿内停 整个人就变得胸肿肥胖起来 由于身体里产生的热能 不能及时循环的体表 它会引发肩周炎 颈椎病 腰痛 关节炎等 那么食器在所有人的身上 或多或少的都存在 但如果你想进一步进行改善的话 也不能 只需要多吃一点五穀杂粮 在烹调食物时 适量加入葱 姜 来减弱蔬菜的含量性质 以及国学大师曾世强曾表示 白扁豆 薏米 红豆等 都有很好的健脾作用 还可以促进血循环 强化体力 增强抵抗力 在夏季使用 有再好不过的去湿效果 人体为什么会有湿气 湿气对人体有哪些危害 湿气中的症状 泥沾了几个 油道是 虚则寒 寒则湿 湿则凝 凝则淤 淤则堵 堵则流 流则哀 如果你舌台肥厚 舌边有齿痕 或者是 谈多咳嗽 嗓子不清爽 还有颈椎病 肩皱炎 背痛等症状 请一定要把这一期视频 看得最好 如果想改善体内 湿气堆积的话 千万不要因天气热 而摄入过多 良性食物或者是冷饮 最好是按压 或者是 爱揪健脾 去湿的保健血纹 比如颈椎部的大椎血 肚脐部位的神爵血 腰部的命门血 脚底的涌圈血 另外在生活中 尤其是夏季 很多人在洗完头发之后 都会选择自然晾肝 或者是干脆用毛巾捂着 如果是晚上洗头发的话 甚至会出现 用毛巾捂一夜 其实这种生活习惯 也非常容易积累湿气的 如果领雨后 不及时更换肝衣 也容易被湿血产生 对此 你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 适当的拔罐 爱揪 以预防湿气 在体内的滞留和滋生 不仅如此 现代人往往长期缺乏运动 或是熬夜 过度操劳 休息不足 导致无论是内饰 外饰 顽固性湿气 都逐渐严重 而太极拳 五禽系 八段筋等传统体育锻炼 可以加速身体代谢湿气的能力 对湿气引起的湿疹 攻寒 腰酸背痛 肥胖等症状 有很大的改善效果 配合铜蚝 冬瓜 竹笋 脸藕进行食补 可以快速用化湿气 蒸腾湿气 但在运动的过程 不要过分追求大汗领 以及夏天出汗的季节 过度使用空调 一生外食 病人往往出现头昏头重 四肢酸烂 身重而痛等症状 如果长期跟体内的湿气结合 则会产生更多的病症 这也体现出了湿气的严重性 反复性 长期性 所以最好要保持备如干爽 定期暴晒 某种方面来说 睡前热水泡脚 不是为一个去世的好办法 最后一点至关重要的是 过度的忧郁 抑郁愤怒 等也会使阴阳平衡失调 无理于水气循环和水分代谢 如果天气炎热 而心情不佳的话 可以通过一些舒缓的方式 放松自己 以预防湿气 在体内的滞留和滋生